好 那积分其实直觉上它就是算面积 OK 那微分是什么 斜率 对不对 OK 那面积跟斜率本来直觉上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它两个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算面积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一个曲线 下面微的这一块S 就是它的面积 那所以所谓的积分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算这一块以下的面积 但是问题是这是一个连续的曲线 那你该怎么算它的面积呢 一种想法是 我今天如果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那这些每一块加起来的总和 它会跟这个差不了太多 那差多少呢 它上面的这一个三角形的这部分 OK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变得更细 比如说像这个绿色的部分 那绿色的部分 我们是我们是取它比较小的那个部分 所以它是缺 缺了这个三角形的部分 那这种 这种黄色的部分 我们是它的最大直三角形 那绿色的部分 那绿色的部分是它的极小直三角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越切越细 其实最大直三角形跟极小直三角形 最后的面积会是一样 那最后通通都会变成这一个面积 如果我们把它切得很细的话 那这时候这个面积 我们就称为它的积分 那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黎曼积分法 那它所采用的黎曼核序列 就是这个写法 那Sn等于K等于1到N Sigma k等于1到N 然后FCK delta SK 那ΔSK就是那个 我们DK段的宽度 DK段的宽度 那CK呢 是指在DK段里面的一个值 一个F值 那至于你应该取CK是多少 没有关系 只要它是在DK段里面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让ΔSK 就是这一个每一小段呢 的宽度趋近于0 那这时候呢 它的分割数当然就会变得无限大 那这个ΔSK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黎曼核呢 它就会趋近到某个极限 那这个极限就被称为是 Fs在A到B区间的积分值 所以我们把AB之间分割 分割得很细 这个极限值就变成它的积分值 那所以真正的定义呢 不是只有这个黎曼核而已 因为真正的定义还有极限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黎曼核的前面 黎曼核的前面 加上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 那这个K等于1到N FCK ΔSK 那事实上呢 另外一种写法是Limit ΔSK的趋近于0 ΔSK趋近于0 那也是说ΔSK里面最大的那个趋近于0 那在黎曼核里面 其实它没有规定所有的ΔSK都要一样 也就是说有些宽有些窄 它是不在意的 只要最后这些宽度都趋近于0就好 那但是这样子是比较弹性 但是你要算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要写成程式会比较麻烦 到底下一个宽度是多少 难道用随机数算吗 那通常写成程式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规定每一个ΔSK的宽度都一样 所以如果是规定都一样的话 黎曼核就变成这个式子 因为从第一个开始 然后加上KΔS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格一格 每次都跳得很均匀 那我们在之前举C元的那个数值积分的例子 在这张的最后有 其实就是用这样的写法去写出来的 OK 那我们先直接看一下那个C元的例子好了 这样各位可能会回想起来 当N很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ΔSK ΔS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数值积分的程式 对吧 那我们给了一个函数 那任意给一个函数F 那这里是我们的数值积分的程式 然后呢 show integral这边会传进一个函数指标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算sin 从4分之拍到2分之拍的积分 我只要传4分之拍进去 然后呢 传sin函数指标进去 然后传我要印出来的 的那个积分式进去 然后呢 它就会开始印说 OK F 以这个例子 F4分之拍是多少 那F2分之拍是多少 接下来呢 积分 从4分之拍 7到2分之拍 F的积分会是多少 会印出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所以 它说 F 现在F就是sinS SinS 所以 sin的 2分之拍 是0.707 4分之拍是0.707 sin2分之拍是1 那积分 把sine积分 从4分之拍 积到2分之拍 会是0.707 OK 那我们的写法 你稍微看一下 这有点 跳跃了 Double Integral 这个Integral 就是积分的英文 那第一个参数是F 第二个是积分的开始 开始的地方 那第三个是积分结束的地方 也就是起始到结束点 那它的做法是 我们有一个Ds 这个Ds很小 以我们课的程式的例子 我们Ds设成0.0001 就是很小 然后呢 每次呢 让它从A开始 每次加Ds 一直加 加到 它已经到B了 就结束 好 那把这些 Fs乘以Ds 加进上里面 最后把上传回来 那这样子 它的意思 以这个算式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黎曼积分的那个式子 所以我们没有 没有趋近无限大而已 我们只是用了一个 很小的Ds 所以它会切得很细 那数值积分 只要切得够细的话 基本上就会很准 好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个回圈 M4回圈再算什么 算这一个值 算这个Sigma K等于1到N Fs加K ΔS乘以ΔS 这个就是刚刚的Ds Ds 好 所以只要你把ΔS设得很小 你可以用加总的方式 去算出它的数值积分 那积分的定义 也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切到无限小 好 那积分的符号 这个也是莱布尼茨发明的符号 最常用的 那它的符号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这个S拉得很长 这是Summension 就是加总 那下面的这个就是下线 从积分的下线开始A 那到积分上线B结束 那Fs就是那个 函数的值 Ds这有点橙的味道 对不对 Fs乘以ΔS 就是函数值乘以它一块很小的长方形的宽度 就变成那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所有从A到B的这些长方形加起来的总和就称为积分 那这是基本上积分表达式几乎都是这样写 比较不像微分的试值 微分的试值有 有Ds分之底F 还有F'这样子 但是积分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有别的写法 就是这种写法 那Ds分之底Y这种也是莱布尼茨发明 所以其实莱布尼茨的符号 我觉得比较容易记忆 好 那接下来来看的是定积分 刚刚讲的只是一个积分的概念 就是代表面积 但是定积分就真的把范围A和B定下来 那这个称为定积分 把范围A和B定下来的这种积分 也就算一个函数A到B之间的一个区块的面积 这种称为定积分 那如果ΔS代表所有分割中长度最大的 所有分割里面长度最大的 那也就是ΔS就是Math 0小1等于I小1等于N-1ΔSI 那算它里面最大的 这个东西都会逼近于0的话 那其他的小的当然也就逼近于0 所以最大的逼近于0 小的当然也就逼近于0 那这时候这个趋近的极限式 就写成积分式 变这样 好 那定积分的特性跟微分 很类似哦 那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它第一个它有线性的特性 比如说我积分A到B summension A到B 然后呢 这个应该叫integral 就是积分 不叫summension summension是这个 这个叫summension 那这个就叫integral 那integral A到B 然后alphaF加betaG 这个F是函数 G是函数 alpha和beta都是常数 那ofS dS也就说 两个函数的线性组合 最后是可以拆成 两个函数积分的线性组合 两个函数线性组合的积分 可以变成两个函数积分的线性组合 OK 那这是线性的部分 那可加性 如果我从AG到C 其实就相当于我从AG到B 再加上我从BG到C 以图上来看 其实不过中间差了一个B点 并不会影响它的面积 那另外相反性是说 如果我从AG到B 那事实上它相当于是从BG到A的相反 因为它计算的时候 AG到B是正的 BG到A就会变成负的 好 那零积分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从AG到A 不管函数F是什么 那积分结果都会是0 因为从AG到A没有面积 那另外一个是有界性 就是说 这个还在下面 就是这个基本上是积分的均值定理 的引力 从AG到B F S D S 这应该写D S 这里有错 D S 那它呢 一定是大于 这个所有F A到B所有F里面最小的那个M 的那个立方体 的应该说长方形 那这个是最大的长方形 这个我稍微画一下 好 好,大概像这样,这一块长方形的面积一定比基本值大 这一块长方形的面积一定比基本值小 那m和m,小m和大m特别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f函数在这一段里面最小的值和最大的值 这样,听来清楚这个有界性到底在描述什么 好,那再来是均值定理,就是积分也有一个积分版的均值定理 我们在微分的时候有看过微分版的均值定理 那积分版的均值定理呢,它就说存在一个q 它在m和m,小m和大m这个区间里面 b区间里面存在一个q,使得呢,这个积分值会等于b-aq 那也就是,我再用图表示一下 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m呢,它的面积比整块小 但是这个呢,又太大,这个又太大 但是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找到一个q 这个q呢,乘以a到b之间的长度 刚好就等于这块积分值 ok 所以这个q一定会存在 好,那这是积分均值定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微积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定理 叫微积分基本定理 那通常在数学里面会叫基本定理的 那都是有点类似力学里面的牛队运动定律 好,那微积分基本定理 它说,假如我们让定积分的上界b 我们刚刚都是看a到b之间算面积嘛 对吧,假如我让上界b变成一个变数 改叫x 那积分函数fs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从ag到s,fttt 我们把这个改掉 避免跟这个s呢 重复 所以这里改用t了 好,那从ag到s,fttt 这个东西最后会是一个跟s有关的函数 那 这个跟s有关的函数 就是我们把它写成大写的fx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对这个积分完的函数fx进行微分 进行微分 那也就是fbfs 就抵s分之底大fs 那抵s分之底大fs就是抵s分之底 a到s,fttt 这个东西呢 会还原 变成函数本身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说 积分之后再微分 会变成自己 那反过来说 微分之后再积分也会变成自己 OK 所以微积分 两个互为反运算 微积分两个互为反运算 这是微积分基本定理要告诉你的一件事 我如果一个东西 我把它微分 然后呢 再积分 跟我把它积分 再微分 会是一样的 那这个证明呢 其实不难证 你要回到定义去看 第一个f'ofx 就是大f'ofx 这个大f是积分完的结果 它是不是就等于 delta s 分之fs 加delta s 减fs 那limit delta s 去进行0 这是定义 这是 这是微分的定义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微分的函数是谁 是针对那个已经积完分的函数 在做微分的 那把这个f的定义再带回去 你就会发现它是积分式 它是这个积分式 好 那除以delta s 而且delta s 去进行0 那这个积分式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 从ag到s加delta s 这边是从ag到s 两个差了一个 差了多少 差了delta s 所以事实上 这两个减掉 也就是最后一块的面积 最后一个小块的面积 那最后一个小块的面积 根据微分的均值定义 微分的均值定义 在这里 这里 应该是积分的均值定义 根据刚刚的积分均值定义 你可以看到 这里 这一个积分值 ft dt integral 这个积分值呢 是不是中间一定会有个q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q 其实现在这边写成emason 就会等于某个emason介于s加delta s之间 s到s加delta s之间 那 f absol delta s 这是根据刚刚的那个积分均值定义 那这个delta s呢 除以这个delta s不就没了吗 就没了 上面这个吗 这个 哦 来 这里到这里的宽度是多少 对 刚刚积分均值定义不是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来再写一下 现在a是谁 a是s b是谁 所以delta s怎么来 这样了解吗 现在 那一块是谁 来再画一次哦 我们这个定理到底在干嘛呢 来看一下 我不是在算这个积分吗 假设这样好了 那我a假设在这里 但是呢 我的b呢 ok 假设在这里 b 应该不叫b 应该不叫b 应该叫 这里 假设这里叫s 那这一点是不是s加delta s 假设这里的宽度是delta s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刚刚的第一个式子 它其实是在算这边的面积 好 第一个 欸 这一个 这一个式子是在算 现在我用白色化的面积 这个式子 好 那 前面这个式子呢 是白色再加橘色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白色加橘色 那两个减掉之后呢 就只剩橘色 这上面是橘色 也就是说 它最后算到的只是 这个橘色的面积 这个橘色的面积 好 那根据均值定理 现在最小的这个是m 不是 小m 小的是小m 大的是大m 这是小m 这个是大m 对吧 好 那根据它的均值定理 是不是说中间会有一个q 现在我们的q呢 其实就是上面的amazon ok 有一个q 会使得说 它这一块长方形的面积 就恰好是 这个积分的面积 这样看懂它的意思吗 好 所以根据 积分均值定理来的 哦 所以这个f amazon delta s 就是那一块长方形 好 那乘以delta s 就是它的宽度 又处理delta s 因为这就是定义 根据 之前微分的定义 所以积分之后再微分 积分之后再微分之后的结果呢 会发现这两个对销 这两个对销 只剩famazon 那因为delta s又趋近于0 所以famazon趋近于fs 就是 因为amazon是在s到delta s之间的一个点 那因为这个点呢 非常接近s 所以 它就是fs 所以 这个根据 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微分和积分 互微反运算 所以如果今天呢 用d代表微分 然后用i代表积分 那也就是 i就是d-1 那 d呢 就是i-1 ok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d-1 f 等于if 或者是dd-1 f 等于 dif 等于f 这个就是 微积分基本定理要告诉你的 积分后再微分 或者是微分后再积分 都会回到原来函数 所以微分和积分互为反函数 ok ok 好 那 再继续看 举个例 我们如果s平方 我们知道它的微分是2s 所以呢 所以呢 我 以d运算代表 其实就代表我们原本的plung运算的话 那 dfs fs 假设是s平方 就等于ds平方 就是2s 那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比如说我d 对s平方 加3 取微分 它是2s 我对s平方 加8 取微分 它还是2s 那明明s平方 加3 就不等于s平方 加8 但是它的两个微分是一样 ok 所以 这个反运算呢 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可以还原的反运算 它会差一个东西 差什么东西 差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是个常数 所以 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s平方 加3的微分 是2s s平方 加8的微分 是2s 事实上s平方 加c的微分 都是2s 所以 会差一个常数 好 那这个c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 在看这个 这个 这个积分 是把上面 改成变数的时候 改成变数s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下面这个a 还在 对 下面这个a还在 就是 就是它 差异一个常数的原因 好 因为 以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把它 视为是 从某个常数 开始积 那 以加8的例子 我们其实是 从另外一个常数 开始积 所以 两个之间 会差一个 区块面积 那 那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积分式 积分式 写成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 下面是 a 上面是s 那 我们就可以用 0s 代表从0 开始积分的结果 3s 代表从3 开始积分的结果 那 事实上 不管 从哪一个 点 开始积分 积分式 都只会差一个常数 那 如果我们不去规定下界 不去规定a 把a拿掉 那s 是个变数呢 它其实已经写在这里面了 所以 反正上面一定是放s 也就可以拿掉 那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写 成一个形式就是 上下 都不要写 积分的上线下线都不要写 因为变数是s 那 这种形式 叫做 不定积分 好 所以我们刚看到的是定积分 那现在呢 因为这些 定积分 通通都只差一个常数 常数不重要 拿掉 用一个c代表 就变成不定积分 好 那这种不定积分 它就真的是 微分的反运算 你一个微分 的不定积分 只会有一个 一个不定积分的微分 也就只会有一个 好 所以这种叫 不定积分运算 那这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 因为它没有下线 上线又是一个变数 所以可以拿掉 所以结果呢 就变得很漂亮 好 所以开始看不定积分的定义 那不定积分 如果大fs 是小fs的反导函数 那fs 小fs呢 的不定积分 定义为大fs 其中c为任意常数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 不定积分 fs 等于fs 加c OK 那这种 到底在讲什么 你看这个定义 看不出来 那我们来 解几个翻例 就知道了 好 第一个 求s平方 的不定积分 OK 那我们知道说 呃 现在 既然 我们已经知道 积分和微分 复为反运算了 所以我要算 某一个东西的积分 我应该去想说 什么东西 微分之后 会变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微分之后 会变这个东西 那那个东西就是它的积分 好 所以 我们是不是有 有 有记过就是 呃 s三次方 的微分 是 3s平方 对 那 三分之一 s三次方的微分 是什么 好 好 这里就有习体了 好 好 这里就有习体了 好 这个是我们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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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k-1 次方 那这时候如果我今天这样写 前面再乘一个三分之一是不是就变s平方了 那 既然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微分是它了 那我如果要知道这个呢 它等于什么 因为 这个东西的微分是它 这个东西的微分 是什么 根据微积分 基本定理 这个东西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中间这个东西 这东西的微分是中间这个东西不就是它吗 所以 这个的不定积分 就是三分之一 s三次方 好 那因为不定积分 会差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这边补 上一个c 好 补上一个c 才是对的 因为它会差一个常数 好 那这个 就是 不定积分的 定义 和它的 算法 那 所以接下来呢 第二个范例 就 就问各位 请问 s分之一 的积分 是什么 好 那你就要去想 s分之一有没有看过 什么东西的微分是s分之一的 如果有的话 那个东西就是 那什么东西的微分是s分之一 我们曾经看过 lns 的微分是s分之一 所以 所以s分之一的积分 会变成lns 再加一个c 这是不定积分 好 那不定积分呢 也有它的一些特性 当然 它其实跟 它其实跟积分的特性 基本上是一样 好 fs的k倍的不定积分 那就是k倍的 fs的不定积分 好 那两个相加的 的不定积分呢 就是两个积分的相加 那线性组合 也是 从前面两个就可以衍生出 好 那先到这里 我们来出一些题目 好 好